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的进出口数据 8月份内地的进出口总值比去年 同期增长了8.6% 而前8个月来看 出口依旧保持着韧性 贸易的顺差持续扩大 外贸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当中 那下半年外贸环境 还会面临怎样的发展格局呢 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问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在今天亚洲 主要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股市在今天出现了一个 低开高走的行星 并也呈现了身强护弱的 这样一个格局 我们看到像白酒 大金融等权重板块 表现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所以也拖累了护纸盘中 一度也出现了翻率 中厂护纸是收报在3246点 涨幅不足0.1% 在深圳方面 深圳在今天则是上涨了0.42% 特别是创业板指数呢 是大涨超过了1% 两市的成交 维持在了8000亿元的水平当中 那北向资金的竞卖出 超过了33亿元 香港方面港股在连续第五天 出现了下跌 那横指的盘中 一度也失守了19000点大关 在午后我们可以看到 跌幅有所收窄 所以中厂收报在了19044点 继续刷新了3月15号 以来的一个收盘新低了 台湾股市在今天 则是跟随着外围 出现走跌的情况 像传统的产业 电子以及金融股 全面出现下挫 也拖累了整个加权指数 中厂收跌达到了1.82% 那美股的期指 是持续地出现走弱的情况 所以也拖累了整个亚太区 其他的股市普遍 出现了下跌 那日本股市在今天低开低走 日经指数的一度 大跌是超过了300点 那中厂收报在27430点 韩国首尔股市 因为外资出现超卖 也拖累了大盘的下挫 所以中厂是失守了2400点大关 收跌达到了1.39% 那目前正在交易的伦敦股市 则是在跟随亚太股市 小幅出现下跌 跌幅是在0.6%左右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发表的报告 指出香港新股市场有望 在今年取得全球第三位的成绩 而内地新股融资 则有望超越去年的水平 根据报告指出 在不同的监管改革 还有优化措施 以及潜在庞大上市项目的支持之下 香港新股市场 将会在第四季度加快发展 那么预计到年底 香港将会有70支新股上市 融资金额不会少于1100亿港币 那报告还提及到 向内地与香港的互联互通 不断优化和扩容 将会提升香港 作为国际上市地点的吸引力 也凸显了香港 协助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角色 而内地的新股市场 则渴望受益于注册制改革 还有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在今年新股融资总额 渴望刷新2021年创下的记录 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7号出席第七届 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也发表了 以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 为主题的讲话 同时他也宣布 俄罗斯对华天然气出口 将改用卢布 还有人民币各占50%的方式 进行支付 那普京呢在讲话当中 特别批评了 西方对于俄罗斯制裁是短视的 对于全世界都是一种威胁 那试图孤立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呢仍然是有进入中东 还有伊朗市场的机会 同时他表示 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 结构性的变化 那亚太地区发挥的作用 显著的增强 普京还表示 俄罗斯已经竭尽所能了 保障乌克兰粮食出口 但是粮食都被运送到 欧洲的非贫穷国家 那全球粮食问题将会愈演愈烈 所以必须考虑 改变乌克兰粮食的运输路线 普京还宣布 俄罗斯对华天然气出口 将会改用卢布和人民币 各占50%的方式进行支付 那至于在亚太区内 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日元对美元汇率 自上周五跌穿140大关之后 继续走跌 周三更是失守144关口 再创24年的新低 日本央行为刺激经济 而坚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使日元持续承压 今年以来日元已经贬值19% 创43年来的最大年内跌幅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宋野波一表示 对日元的汇率感到担忧 并称如果贬值加剧 日本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 台风으로 인한 농작물 피해도 컸습니다 韩国媒体报道 超强台风宣蘭诺已经造成韩国 3815公顷的农田和三个雨场 严重受损 并导致大量的农产品被迫延迟发货 中秋决临近市场对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十分担忧 而韩国政府表示将为受灾地区的农民和渔民 提供经济支持 同时也将帮助修复受损的设施 越南央行周二宣布 根据经营业绩 市场发展和安全系数等因素 提高一些银行今年信贷增长的上限 并且表示调整的目的是在于 鼓励过度信贷增长的前提下 扩大一部分银行的贷款规模 从而让企业和个人可以更好地获取资金 但同时也强调 资金的用途需要与政府的考量相贴合 并且尽可能地规避潜在风险 在今天我们来关注中国最新的外贸数据出炉 出口保持着韧性 贸易顺差程序扩大 外贸结构也在持续的优化当中 下半年外贸又会面临 怎样的发展局面呢 那么在下一节 我们特别邀请到 德邦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吴轩 一起来详细解读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今年前8个月 内地进出口总额27.3万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10.1% 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4.2%和5.2% 贸易顺差达到3.66万亿元 扩大58.2% 以美元计算则扩大56.7% 达到5605.2亿美元 单从8月份来看 贸易顺差达到5359亿人民币 扩大超过40% 而以美元计算的进口与出口 分别同比增长7.1%和0.3% 增速是4个月以来最慢 数据显示 前8个月 东盟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 占外贸总额的15% 其次是欧盟 美国和韩国 其中中美贸易总额达到3.35万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超过10% 占比达到12.3% 同期 美营企业进出口总额 13.68万亿人民币 大幅增长14.9% 占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 较去年同期提升2.1个百分点 此外 汽店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表现亮眼 前8个月二者分别同比增长 9.8%和14.1% 占出口总额的56.5%和18.1% 当中汽车出口大幅攀升 57.6% 从进口方面来看 铁矿砂量价齐跌 原油 煤 天然气和大豆等 则量减加秧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德邦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 吴轩先生后面给来探讨 吴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 吴先生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年前8个月 我们的出口总值 27.3万亿元人民币 增长达到10.1% 其中出口是15.48万亿元 增长达到4.2% 那您觉得哪些因素 支撑了这次出口的增长呢 实际上从分项来看 我觉得有两个亮点 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机电产品应该说 继续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表现 那么从整个机电的分项来看的话 汽车无疑是最大的一个看点所在 那么汽车在整个8月份 实际上出口大概是2168亿元 可以说整个的这个增幅呢 超过了50% 那我们认为呢 这个汽车的出口呢 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新能源汽车这边 那第二块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民营企业的这个占比呢 是明显的一个提升 那么这个呢和去年相比呢 应该说有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 我们也知道呢 在去年民营企业呢 应该说整体的这种出口占比呢 是有所下降 但是今年啊 民营企业的这个出口的一个占比回升 也标志着应该说 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代表的 民营企业呢 在这个今年的二季度 应该说在这个挺过疫情的冲击之后 我们认为呢 有一个出口加速的一个迹象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那吴先生 我们可以再来说说进口 现在来看进口11.82万亿元 增长是5.2% 相对来说增速有所回落 您觉得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认为呢 增速回落呢 其实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看增速主要是看同比 同比呢 因为在去年的8月份的 整个的一个外贸的 进出口总值的增速呢 是非常高的 应该是超过了25%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它在今年呢 也会影响到 8月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促增速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它是有一个同比计算 基数过高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 就是在整个今年呢 有一个这个订单转移 其实在三季度 尤其是在七八两个月份 那么订单转移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呢 也影响到了整个的一个 增速的一个 那么这里面呢 那我们可以看呢 就是像这个自动化数据 像包括部分的一些科技 附加值当中的这种科技产品呢 其实在整个八月份的表现 并不是很好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对于整个八月份的增速 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那吴先生 我们从整体来看 这次外贸结构 还是在不断优化当中 特别是像我国对东盟 欧盟还有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 这个进出口都出现了增长 那民营企业您刚才特别提到了 进出口同比是增长达了14.9% 这是不是已经反映出来 像这种以服务业 这种出口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慢慢慢慢开始出现一个回暖的现象 整个经济的这个复苏的这个事态 还是在保持下去的当中呢 没错 实际上我们认为呢 就尽管八月份单月啊 我们的增速其实是有一定的回落 但是确实从整个的一个 进出口的一个结构来看 还是在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当中 一个呢就是东盟啊 依然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增长 包括我们整个这个东盟的这个占比 其实已经达到了15% 如果再加上欧盟接近14%的一个占比的话 那么两者加起来呢 已经差不多接近三成 那这个呢其实成为了中国未来整个 我们觉得外贸的一个稳定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稳定器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出口呢 其实占比在一个提升 我们也知道民营企业呢 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一些 劳动密集型 它并不是资金密集型 而是劳动密集型 另外一个就是服务业 占比会比较高一些 而民营企业能够保持较好的一个活力 对于今年一个呢 就是我们完成年初制定的 这个充分就业的一个目标 另外一个呢就是民营企业呢 其实它对于整个的一个信贷需求 如果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激发 对于今年下半年 我们经济重回5%以上的一个增速 我们认为呢将会起到关键的一个作用 那吴先生我们还看到 这次数据当中明显显示 就是这个贸易的顺差 还在持续的扩大当中 现在来看 欧美在不断的这个加息的过程当中 也导致了这个美元不断在走强 我们这种顺差的这个情况下 会不会在接下来我们要考虑更多 要稳住人民币汇率在其他的方面 要做出一些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调整 或者说要应对一下 接下来这种美元持续走强的这种趋势呢 没错 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贸易顺差呢 应该说还是创下了历史比较好的一个记录 当然8月份的贸易顺差呢 实际上跟7月份相比呢 差别不是很大 我们认为呢当下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美元强势攀升的背后 那么其实全球各主要的货币呢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贬值 像包括日元欧元都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贬值 而人民币汇率呢其实是从大概4月的一个中旬开始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走低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人民币汇率已经逼近了7 这样的一个关口 那么在这个周一晚上 我们的这个央行呢宣布再次下调了这个金融机构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从这个8要调到了6 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降幅呢 其实也是超出市场的预期 那么今年年内呢应该说通过这个两次 3%的一个降幅 基本上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已经回落到了大概之前的一个5% 略高的一个水平 我们认为呢这次举呢也是为了进一步缓解人民币 这种短期这种贬值的一个压力 我们认为呢可能在今年的这个剩下来的4个月的一个时间 人民币的汇率呢可能整体还是会面临一定的这种贬值 那更多的还是因为相较于美元而言 我们认为呢随着中国经济的这种增速的一个回升 再加上我们出台的一些经济刺激政策逐渐落地 我们认为可能人民币的这种贬值呢也会这种趋缓 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就是阶段性的贬值 也是有利于我们的一个出口 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如果不出现大的这种波动 那么阶段性的这种贬值应该说 对于拉动我们今年下半年的整个的一个出口 维持一个较高的出口增速 对于我们经济的加分项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吴先生您也特别提了 这个汇率波动其实对于进出口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 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下半年我们特别提到 之前的这种高技术效应 还有出口替代的这种效应的减弱 会不会对于出口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拖累 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有消息也指出 在像这个东部有不少的这个地方 对于这个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替代的这个产品研制 或者研发其实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进展 这在接下来下半年我们的进口方面 是不是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改善呢 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 我们现在过度的依靠出口呢 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经济来说 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 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均衡 就是进出口之间的一个差额 那么今年的整个的一个进口的一个 相对偏弱的表现主要还反映出了 国内一个是疫情的一个影响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对于整个 民企业信贷需求萎缩 其实也反映在对于整个进口商品的一个 进口量的一个减少 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在接下来的 大概这个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还是要做好第一呢 叫稳住出口的一个基本增速 就是说白了 就是不要让这个出口增速 出现明显的一个回落 第二个呢要适当的扩大进口的一个增速 特别是对于这个国际大宗商品 包括对于整个的一些这种科技原材料 那么是否能够实现这种较好的一个 这种增速的一个提升 我们认为对于今年下半年我们科技型 或者说对于整个成长赛道当中的 这些科技创新企业来说 有利于提升他们整体的行业景气度 和它的盈利水平 好 今天也特别感谢吴轩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签署芯片法案之后 围绕着高科技领域 对于中国展开了强势的竞争 那中国如何又突围 来争夺高科技领域话语的主导权呢 稍后我们嘉慧和财经评论员 我们志文辉先生一会儿来参讨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投资 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持续在关注 美国签署芯片法案之后 可以说美国围绕着高科技领域 一直在和中国进行这样一个竞争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持续关注 这样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我们特别请到财经评论员 周恩辉先生 后面来探讨欢迎朱先生 首先跟大家一块来回顾一下 美国政府在6号已经公布了 如何实施500亿美元 芯片法案的战略文件 那么来推动建设美国本土的半导体产业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 在6号已经宣布了 将会在明年的2月 开始接受私营企业 关于芯片法案的资金申请 那么预计在明年的春天 就开始发放资金 那么500亿美元的博款当中 有大约280亿美元 将会用于资金的资助和贷款 帮助建立制造组装和包装 先进的芯片设施 那么大约100亿美元 用于扩大汽车和通信技术 还有110亿美元的用于研发 那么根据规定 接受资质的公司 至少在10年之内 是不能够在中国 或者其他受关注的国家 进行新的高科技投资的 那主持人您看 这个在芯片法案签署之后 美国一直是在这方面做文章 现在开始 它也开始搞这种产业政策了 似乎步步都想要 掐住中国的这个脖子 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怎么去分析 接下来的这个走势呢 最明显的就是 因为整个集成电路 是现代科技最重要的 它包括硬件 还包括软件 就是美国看明白了 中国在其他的领域 已经上来了 哪里没办法了 包括航天领域都上来了 但是航天领域是一直是 不和中国合作的 一直把中国排除在以外 中国是靠自己力量突破上去 但是这个领域呢 因为它以前是一个全球一体化 以效率为优先的机制 所以中国也没想到要怎么样 现在突然它发现 中国也在往上走 现在就把你在整个产业链 从美国国内来讲 一个是要突出自己 也有最先进的制程 那么另外一个在国际上 还组建所谓的四方联盟 不让中国来进行升级 不可能让你呢 就是断绝你的升级之路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很毒的条款 就是如果接收了美国的 刚才说的这500亿美元的资金的资助的话 那你在未来10年 就不能在中国这个地方投资 他们认定的属于 比较高科技含量的芯片相关的设施 是 其实无论是美国也好 芯片联盟也好 或者是中国也好 其实大家都在围绕着 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这些 一个个的难题在进行功课 那昨天我们可以看到了 中央也特别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 对于这个创新型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技术 要做到新型的举国体制的 这样一个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何去攻克这些难题呢 所以呢 对中国来说 其实美国方面 它也在看你到底行不行 现在我看了美国几方面的报纸 都在给中国泼冷水 说你这也肯定不行 你还得依靠我们 说你这个两单一新可以 但是这个比那个要复杂得多 甚至还要援引所谓专家 差20年 差30年 其实差的也不是那么多 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它不是一项技术 它是一整套技术 包括软件 包括硬件 包括上游 包括原料 包括领部件 包括集成 最合成的就是光刻机 所以就是我看到 昨天这个深改委的这个会议 就特别提出来 针对这种核心的技术 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什么叫新型举国体制 这里边我就看到了它 包括我们原来讲的 除了政府和市场之外 还要强调社会 要发挥这个协同的作用 所以应该说 这个新型举国体制 在针对新型的公关 不是以前的时候 我们要把一个空间站打上去 那个是一种传统性的公关 这个就是要它越是 这个从上边限制的 那越要全面突破 形成协同效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在新型举国体制 就拿半导体来做一个试验 我们能不能够突破 它对我们的支援 那接下来呢 您觉得如果说真的要突破的话 突破口究竟具体在哪一个方面 或者是哪个产业当中 最容易看到这样的一个突破口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说 一直都在抓新能源汽车 是不是在新能源汽车的 接下来这个领域 大家也在说所谓的这个三电系统 是不是可能会成为一个 比较重要的突破口 对 所以我们说要突破 它对我们的这个制衡 全产业链 全范围的打压 我们既要看 从我们落后的时候看 对吧 就比如它现在在这里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追赶 对 追赶 追赶型的 但是我们也想 除了这个以外 外面有没有其他在后边 在上面还有 所以我们既要部署往这追赶 也要部署超前线的部署 打到后边去 所以就是在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看 对我们的这个芯片的打压 我们怎么办 一方面我们确实是要追赶 但是另外我们要部署到后边去 就是针对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 现在我们是不是到了一个 要把它的相关的三电系统 做一个统一的整合 当然这个整合呢 不是说我要关起门来 我自己搞一套 而是要选择一套开放式的中国标准 比如说这里边最关键的 就是我们的操作系统 因为操作系统现在很简单 大家都搞个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之后呢 你自然就会和里边那个平板 和你的手机进行衔接 一衔接就是谁的系统啊 就是安卓的 安卓表面上看是人畜无害的 它是大家都可以接入啊 什么这个元旦嘛 这个公开啊等等 但是呢你真到一定程度 就像华为 前几年到年程度之后呢 突然说你Google Play就不给用了 它是一个开源系统 总有这样的一个后门去制约你 对因为它的标准是谷歌 谷歌当时把它收购了 那谷歌也是美国政府告诉他 他不用了 他就不让你用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操作系统 现在我们其实发现是有的 所以这也就出现了 华为的鸿蒙系统 为什么 它在整个产业生态里边如此重要 那么当然我们就是在整个系统里边 如果说我们是无论是这个硬件 还是软件 还是软硬结合 像今天这个前工信部的部长苗为 就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这个时间窗口大概就是三到五年 当然从制定中国统一的标准的情况来看 过早制定是不行的 因为大家都在往前跑 不知道哪个是最好的 但是过晚制定也不行 跑出来之后呢 被人家把他那个系统给拿走了 或者把底层的代码全给拿走之后 你就很被动 像我们现在在集成电路那些设计 EDA那个软件里边是一样的被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考虑在什么时间 发握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 政府 市场 社会 还有科学家等等各方面的力量 来形成这么一个标准 但这个标准呢 不是说我对全世界封闭 全世界是开放的 但是这个呢 我们对全世界所有人都开放 但是呢不许别人再看我们的脖子 今天特别感谢周浩辉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同事的 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